朱雅虎因为他坦诚有行贿 认罪了遭到积压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就说了 尊重司法调查 朱雅虎他愿意坦诚过去 做了什么好事情 但是呢他也想要问问 这个柯文哲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因为个人造业个人丹 另外一个部分 针对了黄珊珊举东方文华的 荣基奖励案作为例子 声称其实柯市府是没有违法的 好对于这样的说法 郝龙斌则表示 这是在转移焦点 他在金华城一案是互缠有功 不需要任何人帮他卸责 自己也愿意把过去 他所做的清楚的陈述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一件 那现在法 就是说司法正在调查中间 我们就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 我相信他现在要推责任 也推不掉了 那我们还是尊重司法 看司法调查结果 我想所有的责任就会 每个人的责任 个人造业 个人单 每个人的责任 我想在这次调查中间都会清清楚楚 我在金华城的过程中间 我互缠有功 我不需要任何人替我卸责 我觉得金华城这个案子 是我在市政中间很光荣的印记 我觉得我善尽我做市长的责任 我也对得起所有市民 那那个黄珊珊之前有开记者会 他就是拿你任内的东方文华容积率当作举例 那从台志光到金华城 你会不会觉得说黄珊珊都是拿你在当党舰牌 我想他是在转移焦点 第一个就是东方文华这件事情 根本不是在我任内 是在马英九市长的任内 第二个就是东方文华这个案子里面 东方文华的业者捐了一个公园 然后我们给他25%的容积奖励 那所以他是容积加25% 而金华城是20%容积是在560上 乘以24%是112 所以基本上黄珊珊所有讲的事情 第一个都不是事实 第二个我觉得他在转移焦点 好 柯文哲现在卷入了五大弊案 其中台志光一案 台北市议员陈崇文遭到控诉 涉嫌施压向台北市政府 还有台北市的警察局 帮助了台志光拿下了监视器的系统合约 涉嫌滥用职权图利 从中获取不当利益321万多元 今天北院是再度提讯了他 他是身穿着白色上衣还有深色的长裤 脚穿蓝白拖鞋 但是面对媒体的喊话 他是否认罪 他并没有多做回应 不过呢 大家也观察到 从3月21号积压禁建以来 他不但肚子不见了 整个人还变瘦一大圈 看起来真的是比积压前还小了一半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能力